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啊 走吗 瞧瞧啊 都肚子 你们是哪儿来的啊 我们是丹阳可商 久闻凤武院大名 特地前来 哼 既然来了 就要遵循这里的规矩 没有店内姑娘或者熟人引荐 可是进不了这个门的 我听闻 凤武院有会员制度 如果办了会员 就可以破例不照规矩办事 哼 有是有 但就凭你们俩这穷酸样办得起嘛 哈哈哈哈哈哈 何事喧哗 参见院主 有两个万来商客小金院 还声称要办会员 哦 二位客官虽装扮朴素 但实力都至少是神门镜 手段自然非凡 二位只要交出十万上品零食 我就破例让二位进去 如何 哼 里面是二十万块上品零食 慢慢点吧 客官真是好爽 黄金会员二位 里面请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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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落荷花的气味 听闻院主与黄斧家交好 处置几日前城主之变后 可还有联络 如今这大宁城中 黄斧家人人喊打 愿未必还来不及呢 我们想与大宁城最老牌的家族做些生意 二品灵气 可以拦下神门镜强者全力一击 如果能为我们引荐黄斧家 其中一枚玉配给你 另一枚为劳姑娘们 啊 真的 客官不要取笑我了 愿未经营奉武院数十年 什么大官副驾没见过 但真正的二品灵气却不曾见过 只看过一些 舒服吗 宴主若不信 不妨一试 既然如此 愿伟多又得罪了 陈锋竟将功法注入到普通鱼匪中 使其得到了匹迪灵气的作用 哼 如何 我们在大宁城各处布设雷火阵法 三日后子时引动阵法 届时我们杀入城主府 开启祖辈留下的阵法 一举剿灭燕家 黄斧家专用的明察 你是什么人 在下二人是殿内小司 你为何会知道黄斧家的喜好 这是渊伟大人让我给您泡的 他让我给您捎句话 前些日子大宁内乱中 列阳大人的部分亲卫逃到了城外 目前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什么 列阳大哥的亲卫 那可是最好的支援了 小的也愿意追随大人 剿灭叛贼燕家 重现皇府荣光 好 好 来人 赏与这二位灵石 笑什么 他笑那燕家与陈锋 已被大人算计于鼓掌间 却不自知 敢问大人 您目前手下还有多少可用之病 燕家绝对想不到 这整条凤舞巷内 埋伏着我等皇府精兵无数 派和城外的高手 定能讨伐燕家 大人 这是与城外高手通信用的御符 好 真不愧是大哥的亲信 准备得真周到 陈锋 又见面了 皇府毕 陈 陈锋 留我一条生路 我发誓 皇府家再也不会与你和燕家为敌 就算我会留你一条生路 燕家可不会 燕青兰 青兰姑姑 马上通知燕家 包围凤舞园 带捕皇府遇到 不要以为我没有一点准备 燕血困仙阵 尹锋 要是想让这个女人活命 哪里来的琵琶手 这琵琶手 不是 那是这房间里的落合花香 师姐 尹锋 这位是 以为就像是 咱们久别重逢 可否借一步说话 好啊 那就带路吧 只剩你我了 不必藏着掖着了 到底有什么目的 陈锋 你就这么不解风情 这花前月下 良辰美景 你不如 先把刀收一收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猜啊 这张脸 你不认得了吗 魔龙教诡计多端 易容成育儿也非难事 别以为这样 我就手下留情 哼 我含月儿为了你大费周章 闭人耳目 在这儿与你剑 却被你一句易容给搪塞过去 陈锋 你好狠的心啊 看样子 没有刀剑相下 才能让你说实话呢 没有 的斩鬼剑 陈锋 你还记不记得 这斩鬼剑 是我转练剑法后领悟的头一个剑招 斩鬼剑也不过是黄极剑法 要学会 也并非难事 这张脸你不信 这剑招你也不信 天底下 怎么会有如此可笑的事情 那日镇魔谷 你救了迟断天 这就足以证明 你不是育儿 而是魔龙教徒 魔龙教徒 你可知道镇魔谷是什么地方 那里是魔龙风云之地 你果然不是育儿 那里除了是魔龙风云之地 还是爹爹造身之处 你以为我会忘记吗 你竟然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回到猎家后 一直在寻找爹爹 去镇魔谷遗迹的原因 结果发现 这事跟魔龙教有关 于是我千方百计 从猎家逃脱 加入魔龙教 一探究竟 今时 我只是想把我在魔龙教里 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你 结果你却对我刀剑相像 你这么做 对得起我 对得起爹爹吗 玉儿 玉儿 都怪我 醒醒 没事 你终于认我了 露荷花的香味 是啊 我在魔龙教 我在魔龙教里 不方便与你碰头 所以特地找到这种 气味独特又悠长的胭脂 盼望你 能来这里找到我 魔龙教 玉儿 你能不能退出魔龙教 现在还不行 这是 魔龙教内部流传的地图 你看这里 紫阳剑场旁边 这个捷云镇上 有个标记 这里 已经是紫阳剑场 管辖范围之内了 可我从未听过 有什么捷云镇 陈锋 你可还记得 爹爹当年 进入前缘宗时 四处调查留下的地图 这些地图 最终就是为了 找到魔龙遗迹 所以爹爹最后 前往了镇魔谷 原来如此 还是舒坦 可这跟捷云镇 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猜得没错 这捷云镇 也是一处封印 只要能证实这一点 我们或许能找到 关于爹爹的 更多秘密 到时候 我也会退出魔龙教 那我们就去看看 嗯 玉儿 你确定是这儿吗 嗯 可这里是紫阳湖啊 潜云镇 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在紫阳湖 所以 魔龙教才会 仿造这个东西 这是胡心镜 应该是魔龙教 为了进紫阳湖而仿造的 我偷出来了 我只想寻找 杰人镇的下落 你要拦我 死路一条 上次是我大义 才放了你一条生路 这回 我定叫你尸骨无存 再给你一次击火 别妨碍我 否则 死 灵力悬尸 听我号列 三头妖猫都消失了 紫阳 能捕捉到妖猫的动向吗 刚才的攻击 是从三个方向打过来的 三头妖猫都还在 可我捕捉不到 它们的具体位置 这样被动防守 不是办法 陈锋 得找出它们的刑箱才行 玉儿 琵琶 九阳 闭上眼 用心去观察 九阳 你机智低 粉身一出 月 一龙 将灭头灭处 燃烧殆尽 牛 牛我一命 四股妖猫 你的惊血 我就收下来 天狐进 突破 天狐劲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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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íają 这里就是紫阳湖湖底吧 etch 可是 那个洞口应该就是捷晕镇的入口了 我们去看看 二十年前 金雷锋前手作动用盘龙印毁灭了捷晕镇 剑长为了掩盖罪孽 才在镇上建起了紫阳湖 这只是魔龙教的一面之词罢了 魔龙教第一护法妙春青 第二护法傀儡师 第三护法迟断天 第四护法洛子兰 还有最为神秘的第五护法 包括教主洛空 都是当时的见证者 你说什么 洛子兰和洛空 更是那起事件的受害者 也就是说 魔龙教现在要解开四处封印 为的是复仇 教主洛空的目的是如此 魔龙教上千年前就与紫阳建场敌对 一直想利用魔龙的力量 扳倒紫阳建场 真是一圈疯子 解云阵世间后的五年 教主洛空失去了对盘龙印力量的控制 护法洛子兰便将盘龙印带领魔龙教 寻找新的诗人者 于是就到了师父的手中 没错 秦宇师叔暂时压制住了盘龙印中的协力后 就托付给了陈锋你 师父 最终唤醒魔龙需要现任盘龙印主人的力量 所以魔龙教各护法才会拉拢陈锋你 还称赐你为小教主 那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 为了师父 也为了我自己 我一定会阻止魔龙教落空他们 阿修罗像 第四座魔龙封印竟然在这里 被盘龙印操控的金雷锋手作 之所以会来捷云阵 就是为了解开这座神像的封印 这里人一直觉得这座神像是个宝贝 逢年过节 还要孩子们来祭拜 求个庇护什么的 哼 结果 这神像却成了镇子毁灭的原因 池断天出手斩杀金雷锋手作时 没能救下镇里的百姓吗 救了 有不少人因为池断天活下来了 那他们现在 通天风的那个盘龙 为了封锁消息 把新存下来的人全都关到地牢等死 所以 池断天纷纷不平 要离开剑场 盘龙 残忍至极 我要去跟河太上求证此事 四族妖猫 可是和颜孝亲自抓捕的 出死迟断天也是他同意的 他不会站在你这边的 陈锋 如今要让紫阳剑场最行公之于众 最好的办法 就是解开魔龙封印 封印解开后 魔龙气息将冲引紫阳剑场 解晕阵的秘密 就再也藏不住了 到时 我也退出魔龙教 永远陪在你身边 陈锋 你真打算解开封印 陈锋 玉儿姐姐刚才说 镇里的孩子会来祭拜神像 就算玉儿姐姐去过魔龙教 这种乡镇邪俗 她也不该知道 所以 这个玉儿 肯定是魔龙教徒 魔龙封印被架够了 陈锋 你做什么 解开封印 魔龙祸世 生灵涂炭 就算紫阳剑场可恨 玉儿也不会陷我于不义 让我成为祸世的罪人 你根本不是玉儿 玉儿只是同情解晕阵阵的遭遇 想让真相大白 你相信我啊 陈锋 如果你还觉得我是冒充的 那你便刺下去 朝你的青梅竹马 一刀刺下去好了 四一曲 定其形 喝其水 正其命 哈哈哈 也别怪我心狠 陈锋 你要乖乖地把封印解开 就不至于这样了 一天狐静承受我宁魂静一击后 竟然只是昏过去了 哼 你若未来接替我魔龙教教主之位 魔龙教或许真能一统天下 今日我还是放过你吧 不过这龙血之气便能就叫主于生死之间 陈锋 你也算为我魔龙教做出了贡献 紫阳剑城的人快来了 你就待在这里 看看你效忠的剑城会怎么对你吧 陈锋 陈锋 醒醒 你我恩怨尚未了解 休想轻易离开 恐怕你真正的身份 就是你方才口中所提到的 魔龙教圣名第四护法 洛子兰吧 放开我 放开我 始终 下 休想 结束了 晚了 晚了 要么一起生 要么一起死 陈锋 你选一个吧 没有选择的必要 兵盘在上 紫阳湖一夜间蒸发 空用异动 什么 进紫阳湖需要狐心镜 那镜子在和颜孝的人手里 若进入紫阳湖的 真的是和颜孝的人 那我岂不是能借此搬到和颜孝 通知醒堂警卫军 我要亲自去试察 是 陈锋 你果然变性了 竟然对玉儿如此提防 你伪装成玉儿 来拨取我的信任 还想利用我解开魔龙封印 只可惜 我算错了两件事 哦 我算错了什么 奇异 韩师叔来千元宗搜集情报之事 是苏兆东告诉了他 玉儿他并不知道 而你却知道这事儿 你的幻术 应该是一种类似搜魂的术法 只能录出我记忆里的内容 所以你虽然能模仿玉儿 还是录出了破绽 能如此轻易地施展搜魂一席的术法 实力定然非凡 何况你就走迟段天 又能倒出狐心镜 所学所用 却非劣家攻法 不错 陈锋公子还真是有勇有谋 想不到你竟能猜到这个程度 我跟玉儿都不可能知晓杰云阵的过往 而你却连这里的习俗都清楚 这便是你算错的第二件事情 你还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吗 骆子兰 当年紫阳剑场毁灭杰云阵 我曾在尸堆里逃过一劫 若今我来复仇天经地义 解开魔龙封印 紫阳剑场会覆灭 你大仇得报 可如此 魔龙祸世 丹阳郡的无辜百姓 也会陪着遭殃 你是想让杰云阵的悲剧重演吗 你所做的 跟紫阳剑场当初做的有什么区别 轮不到你来说我 我当是谁胆大包天 敢擅闯紫阳湖 原来是你个陈锋啊 通天锋的潘太上 二十年前 就是你潘灵下达了隐瞒捷云阵真相 诛杀至今者的命令 我今天就为全村人报仇 想不到 还有条当年的漏尾是鱼 我快换除巨灵架 将这二人诛杀在此 我快换除巨灵架 我快换除巨灵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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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我单打独斗 都只有死路一跳 跟我合作 一起闯出去 闯出去 这里就是你们造神之地 陈锋 那我便信你一回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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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成小技 嗯 保护潘太尚 走吧 段仁锋弟子陈锋 勾起魔龙教 擅闯节云阵境地 众手座弹上听令 搜寻陈锋 仅日斩力绝 陈锋 你在紫阳剑场已经待不下去了 随我去魔龙教吧 退出紫阳剑场 就必须加入魔龙教吗 你若加入 魔龙教定能一统大阳剧 你不想做军陵天下之人吗 天地广阔 任我遨游 军陵天下 我毫无兴趣 那我只好把你带回魔龙教了 你既然真是我师姐 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师姐 莫不是像你一样是个木头人 她有我美吗 有像我这样懂风情吗 陈锋 够了 迟短天加入魔龙教后 如今是什么下场 有着前车之剑 我陈锋怎么能重蹈覆辙 紫阳剑场对杰云阵所做之事 我绝不苟同 你魔龙教对宜兰阵所做之事 我更是深恶痛绝 就要图使于紫阳剑场和魔龙教为敌 我陈锋 一样能踩出一条路来 陈锋 你迟早会成为我们魔龙教一员的 这是顾金丹 我们后会有期 陈锋 叛灵救去长老 守租要追杀你 天岛是成员 为他协议众长老制服 我勉强逃出 剑场为蜜林 我等你 玉玲珑 陈锋 玉玲 天岛是那里发生什么了 他连通知了所有人为教你 他还说 我们也是魔龙教的奸细 对我们大打出手 我拼死逃出来 与你见面 那他们还好吗 重伤 被关起来了 恐怕后面会一同被审判 都怪我 我甲鱼与魔龙教护法合作 找到了位于紫阳湖的第四处封印 这却成了叛灵诬陷我的证据 还连累了大家 为了对付和太上 叛灵早就已经密谋好了 不是你的错 我要去救他们 你回去自投罗网吗 熟心之际 得先离开丹阳郡 离开紫阳进场的眼线范围 可丹阳郡外 我们也无依无靠啊 陈锋 未必 当初你在耶兰镇 帮助过炼药师冯东剑 到丹阳郡外 或许 我们能获得当地炼药师的帮助 是个办法 不过 怕炼药抓的是我 不是你 不怕连累你 我会送你拘前恩宗 有权恩宗庇护 所以陈锋 你是嫌我累赘了吗 我没那个意思 陈锋 你是怎么看我的 出事冷静 为人善良 冷静 是啊 从小到大 无解也好 师父也好 都说我是个 处世冷静之人 十几年下来 我也慢慢觉得 我这辈子都会 如此冷静下去 再不会有什么人 什么事 能在我心上 掀起什么波澜 师父也经常说 修炼者 为心如止水 方得大成 可这几个月里 我却方寸大乱 修炼久无进展 你可知道为何 因为 魔龙教之乱 你不要再装糊涂了 是因为你 因为你从魔龙之母中 死里逃生 还来到了紫阳进城 月灵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不明白 还是你根本不想明白 陈锋 我 灵龙 什么人 逃犯陈锋 月灵龙 烈火风手作盖宴 奉命捉拿叛徒 陈锋 现在不是跟追兵 缠斗的时候 先去找僻尽地方 给月姐姐疗伤 雪凤 雪凤 你快帮我放下吧 帮我放下 还能引开他们 你被抓到我 师父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意义了 你不是说 要患难与共 跟我一起 去丹阳峻外求援的吗 你想反悔吗 月灵龙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抛下你 我们俩 要一通闯过这道难关 陈锋带着一个伤员 跑不了多远 追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是我刚才太忙 都过去了 陈锋 我刚才隐约听到 爱人自称盖燕 正是 难道这盖燕 有何特别之处 这个盖燕 乃是我紫阳进场 先任掌门闭关中的 云灵上人的亲信 只要请他出关 汉灵绝不敢造词 只要说服盖燕 我们就能见到云灵上人 我们就有救了 可这个盖燕 是奉命来追杀我们的 该怎么说服他 我听和太尚说过 盖燕虽然冲动 但对剑场最为忠心 只要能让他明白 他是被潘灵利用 我们就有一线生气 这是 闲火阵 凉风不敢吵我们 他算把这片树林的伤害 算找到你们了 紫阳进场的宽头 我尘封有求与你盖燕 被表诚意 自然不会取他们性命 还敢主动献身 你以为我会对盼族 手下留情吗 盖燕 你再次杀了我 就坐实了 你是盖灵走狗的身份 我盖燕成了别人走狗 荒唐 把话说清楚 我和你一样 对死阳舰长忠心耿耿 费尽心力找到了 位于捷云镇的 第四座封印 可也知道了 捷云镇的过往 被盖灵追杀 你说盖灵指使 自然就是他的走狗 小便 盖灵这次 可是通知所有 手术太上抓捕 捷云镇这种小事 不可能如此兴师动众 盖燕 盖灵向来与和太上不合 他如此兴师动众 不单是为了抓我 更是要发动兵舰 对付和太上 盖燕 如果你不信 可以试着联系和太上 太上他已经被盖灵软禁了 这车还没出 舰长太远 为什么联系不上和太上 属性要阻止盘灵 只有云灵上人出关 可否助我们找到云灵上人 还是说盖手座 你想继续被盖灵匡骗 做他的走狗 这灵圈可以随时 让你们伸手异处 别做小动作 跟我走 我去请示一下云灵上人 紫灵界到处是叛灵眼线 你们衣服换一下 换进我徒弟里 怪了 云灵上人应该就在此处闭关啊 盖手座 我们在原地兜圈 什么东西 这是 这是 无情迷宗阵法的阵眼守护兽 怪我都找不到洞府 回 下 阵眼已破 陈风 盖手座刚才说的阴无情 是潘灵一派的人 看来潘灵有意不让我们找到云灵上人 想不到我盖焰一世英明 竟被潘灵戏弄 是我错怪你们了 紫阳剑场如今内乱深重 弟子盖焰 斗胆请求云灵上人出山 救剑场于水火 望上人恕盖焰不敬之罪 哈哈哈哈哈哈 小贝 我就是你在找的云灵上人 公营掌门 陈风 建了掌门为何不跪 毫不理会门内危机 任凭逆贼作为作福 这样的掌门 我不敬也罢 无礼 陈风 你果然如养老族所言 是个非常犀利的小辈 您认识养老前辈 先前 与他的魂魄有过接触 他也给了我不少教诲 此次你们破除了 阴无情的封印 我很感谢你们 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回馈你们 掌门 你愿意出山 助我们一臂之力 一举粉碎 叛灵的阴谋吗 我正处于突破期 实力虚浮 因此被阴无情囚禁 以我现在的状态 面对附属高手 只会占下风 不过 倒还有一件 足以扭转局势的戾气 阳老族早就料到 紫阳派有一日会发生内乱 因此 他留下一把叫断刃的灵器 为开派十大神器之首 象征门内最高权力 断刃 正是断刃风之名 莫非 可是掌门 十大神器不是一则谣言吗 谣言 正有其作为谣言的意义 此等强大的力量 若非作为谣传 岂不是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十大神器各有藏匿之地 而作为棋手的断刃 藏在通天风殿内的画卷中 可是通天风殿内 并没有什么画卷啊 只有掌门指环 可以让画卷浮现 并且进入到其中 千年前 紫阳派与魔龙教一战 断刃风其中一半倒塌 并被封入画卷之中 而断刃 也随着这半座山峰被卷入 陈锋 你与月环龙前往画中世界夺取乱刃 改叶 因无情就交给你了 是 请遵掌门命令 陈锋 可能有埋伏啊 不管有没有埋伏 都必须上岸 都必须上岸 师父 灵龙 情况不对 如果河台上被拘禁以此 为何既没有守护 也没有限制 可是 他是师父 正因为他是何言孝 灵龙 你的师父和叛灵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政客 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活动 不 是不可能 让你将魔龙教护法斩杀 你去与他同流合物 才造出个空子 让叛灵钻了 陈锋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为此 我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消失了 天道社 人脉 威望 陈锋 全部都是你害的 陈锋 河台上 停手啊 灵龙 你退下 这里就交给我 陈锋 我来吸引何言孝的注意 你去尽你应尽的职责 拓尔 你要反抗为师吗 师父 陈锋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如果你要利用他 将他作为权力斗生的牺牲品 那我一定会阻止你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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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哟 哟 啊 杨钱辈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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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世界是一段被封存的时空 一旦二人的战斗落下帷幕 就会回到起点 那么断刃也一定与这规则有关 假如我作为第三者介入 使得这个时空的结局发生改变的话 什么人 一千年了 我终于可以从这里离开了 小辉 我不清楚你是什么人 在凭普通的武器根本伤不了他的魂魄 反而还会被吞噬 快离开 杨前辈 请相信我 这刀上荣有我的气息 你是我另一半魂魄看上的人呐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陈锋 好 陈锋 我将我所有的力量都借给你 你尽管使用吧 将我和我的内人 从循环千年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吧 终于结束了 小世界的循环 我和他的宿命 我和他的宿命 陈锋 都亏了你 让我从这段无限循环的宿命中解放了 杨前辈教会了晚辈很多事 这是陈锋 应报之恩 陈锋 跪下 我作为紫阳派创始人 将象征紫阳派最高权力的断刃 托付于你 断刃 晚辈收下了 断刃 既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你也是一份力量 如何使用好这份力量 要靠你自己定夺 若是堕入魔道 断刃的火焰 会灼进你的魂魄 晚辈 仅具一心 我的肉身早已毁灭 魂魄也会随着小世界一起消失 我会暂时维持住小世界 不让它崩坏 陈锋 你走吧 可前辈你 不必说了 陈锋 你走吧 这里不是你该留的地方 陈锋 你说陈锋进入这画卷中了 怎么可能 分明就是你能力不足放跑了它 陈锋 你要是乖乖躲在画里 或许还能逃过一劫 就交给你们四个处置了 中子阳派后裔 以及继承者们 都必须听从 断刃持有者的命令 是 竟从开判之组 与持人者之命 不可能 不可能 断刃竟然真的存在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处理掉陈锋 潘灵 形势逆转了 碧雪峰 青竹峰 黄土峰手作听令 我以持人者的身份命令你们 抓捕挑起门内之乱 意图谋反的叛贼 潘灵 是 已将叛贼潘灵降服 还有个比较私人的请求 要劳烦三位手作 恳请三位手作 救出被潘灵囚禁的雷弓 明兰和月星亿 这 是陈锋吗 陈锋 陈锋 你没事 这是太好了 这辈子 这辈子从没被人踩在脚下过 陈锋 我要让你胜不如死 因无情给我的手段 没想到 在这里就都用到了 休想 休想 别私兵 属罪并罚 不足惜 掌门明辩 掌门明辩呀 都是陈锋内销地挑拨的 掌门 潘灵险害我天道射友人 极尽打压我 将他交与我处置可好 也好 潘灵 我给你一个与我一对一的机会 若是你赢了 可以放了你 若是你输了 就要长寿与当初迟段天一样的刑法 也好 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天狼私兴 破 这招 是你明蓝手作砍的 这刀 是准备攻砍的 这刀 是准备我和玲珑砍的 是你逼我的 金牛 小心 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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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金牛 我和平纪还要高 陈锋 这次你做得很好 这是给你的奖励 突破天海境 用的海心珠 往后 剑长也会倾斜资源 协助段任风复兴 也算是 对你们的一种补偿了 多谢掌门 尹无情呢 上人 属下大意了 重创他之后 被他用鞋术逃走了 陈锋 你真的要离开建城吗 玲珑 这次事件 让我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局限性 我必须短暂离开建城 去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相信我 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老冯给的情报没错的话 药灵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听说这座胡宝寺是新建的 旧胡宝寺被仙灵看中 一夜间莫名消失 你相信这世间有仙灵 我不信 但未免不是哪个强者的手臂 一间普通的寺庙 却护卫重重 莫不是有重宝在里面 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说不定和药灵有关 准备沐浴 沐浴宣 你也不是看 去 女人 下面情况不对劲 陆雨萱好像被人威胁了 安老 您怎么也出来了 这药医的方子有点熟悉 安老 是什么厉害的药方吗 只是用来剥取血脉的 应该是跟这女娲的火木之体有关 药力渗透不进去 你们去帮二小姐 我是陆家二小姐 你们是一个 都别过来 继续 没有大小姐的命令 谁允许你死了 身为主家嫡系 实力差劲 容貌倒是生得不错 一直在陆殿下面前 杨伟起怜的狗 有什么此根碰我 若不是看着你的炼丹血脉 对大小姐还有用的份上 此举就是死罪 托姨 是大人 放开我 不知死活的东西 谁让你进来的 大人恕罪 外面有人强闯进来 众护卫实在抵挡不住 难道是周家得知 我们要去陆雨萱的炼药血脉 前来强夺 救生 救救我 看起来你在陆家 不是很好过 陆殿侠炼药天赋有切 他剥夺了好几个 有炼药天赋的门徒 但都失败了 就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好狠的信 不过有我在 没事的 快快 有人闯入 保护大人 为了防止出现差错 我早已在死亡 故家的四方星所镇 就算你是天河之巅 在四方星所镇中 也动不了丝毫 也动不了丝毫 天 天护镜 好 好 成风 拦住他 二小姐不完成药育 我们都得死 你 这是 那个一夜之间消失的虎宝寺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这里 还藏着什么秘密 安老 这是什么 怎么还带着药香味 这是门帘 古炼药师的守护者 炼制起来非常麻烦 老夫还以为失传了 这门帘还真有些奇异 一个吸收 一个恢复 这就是古炼药师的手段吗 碎成这样了 总不会复原了吧 傻小子 这怪物是被炼丹后的药水残渣凝聚起来的 你得用炼药师的方法去解决 您是说炼丹 怪物又来了 老夫得避一避 才多久 他对冰火的平衡 已经掌握得如此精湛了 正好来尝尝 我新炼制的浓缩药丸 安老 我们去拜会一下 里面的炼药师 武美 炼药师 要 醒了 你是什么人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些都不重要了 尊贵的路家二小姐 你今日要在乡香香玉 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抽谷薄薪 我闻断一绝 这就是伙木之体吧 为了它 要死一个美人 还真是令人惋惜啊 是 救救我 外面那个飞泥怪物 就是你的杰作 怎么 英雄就美啊 陆大小姐 真是好服气啊 越阵越多 不见 来晚了 身体有大碍吗 陈锋 竟然是你 早知道是你的小淫贼来救我 还不如让那个怪人 把我杀的算 能不能留点口德啊 口德 留给谁都不留给你 这枚小环丹 送我收买陆大小姐的 一枚丹药就想收买 救命之恩 谢了 庙里那些福祉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你若对我不利 那我陆家乃至炼药师协会 必会将你剥皮抽骨 我说 我说 陆玉玄乃活木之体 拥有极佳的炼药资质 那些福祉 是根据暗祖师的术法进行改制的 用来剥离陆玉玄的火木之体 并移植给陆炼侠 这是我的好姐姐 姐姐 你们姐妹俩发生了什么 陆家是炼药师家 姐姐是长女 本要继承家业和秘宝青木王顶 可她天赋远不如拥有火木之体的我 她从小就处处为难我 所以我放弃炼药 转而休武 本以为能永远躲开她了 难怪你来了千元宗 对 对 都怪那个陆炼侠 我陆旧 祖上受过炼药师三祖之一的暗老侵传 我也算是陆家重臣 杀了我也不好 不如就放过我吧 一个陆家重臣 住在这种泼庙里 这闻是暗 暗祖师 祖师 你好意思叫她出口 我暗老的术法 被你这东西改成了邪术 此句可称七师灭祖 邪术 七师灭祖 那可是我陆旧的杰作 你们这帮人 没有欣赏这些术法的眼光 你们这群庸人 就陪我一起下去吧 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我是误打误撞唤醒了暗老 自那之后 暗老便跟随我 还传授了我不少药理知识 哟 想不到祖师爷眼光这么差 会跟随你这个银贼 还说呢 铁骑弯刀窥上月 陈锋 他们是十二弯月铁骑的人 大月城恶名昭彰的刺客 罗三 周家说杀个陆宇轩就行 这怎么还有个护卫在呀 多杀个护卫又不费事 咱们这一单 就算买一赠一了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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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宇轩 没事了 他们说的周家是个什么来头 是 是陆家在炼药师大会上的对手 姐姐若获得我的火木之体 炼药师大会上 周家并会输给陆家 所以周家想要我命 那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办 回前缘宗 还是 我就是在前缘宗里 被陆家劫持到这里的 回去 等着姐姐撕破脸皮追杀我吗 我可以帮你回陆家对付你姐姐 不过 你得帮我找灵药 如何 这次炼药师大会奖赏 是种神秘药令 只要你帮我解决家事 我就帮你获得参会资格 难得你这么爽快 那我们就先回大悦城吧 好灵力的刀法 好灵力的刀法 是 抚恤金 丹药 武器 战马 这次的钱看起来不好赚 飞来这么远 应该安全了 嗯 插紧我 陆师妹 陈锋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再往前就是大悦城了 衣服破成这样总得换一下 引起人注意可不好 我 我不是故意看的 你这是不打自招啊 谁又看你了 明明你不懂男女之间的礼数 还 还故意在我面前换衣服 是吗 那我应该避开你 再换一遍才是 陈锋 你敢 终于找到你们了 嘿 在下弯月铁骑头领 哎 妙节 弯月铁骑 你是来报仇的 哎 误会了 部下没了可以再招揽 兄弟实力不足 我也不愿以命相搏啊 哎 哎呦 哎 脏了 擦擦 我们呢 出来干活 不就是为了灵石灵气吗 想必这位兄弟 也是受人所托 保护陆家二小姐吧 嗯 算是吧 哎 在下有个法子 既不让我们伤了和气 也让我们把这钱给赚了 哦 说来听听 陆宇轩是周家 指名道姓药的炼药主子 哎 你出个价 我带走他 到时候让周家赴你相应价值的东西 不 陈锋不是这样的人 一千尚品灵石 少了 我做主 一万尚品灵石 兄弟 这 这 十万 这都可以雇佣天河强者卖命了 不合算 不合算 陈锋 你看清楚了吗 一百万上品灵石 如果妙节真能拿出一百万 陆宇轩 家人都能把你当作炼药种子 陈锋又与你非亲非故 我是说 不可能 我师妹天资绝艳 美丽动人 这些灵石怎么配得上他 就你会说话 嗯 我好建议你伤胆 你竟敢耍我 你竟敢无心 不要怕呀 没人能从火熔园的吉焰火花里逃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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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茶的功效好像很不错 嘿 没出息 一杯咸浑水就把你的魂给勾没了 我本来就是魂铁 这家伙的武器有点麻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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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锋 你运气不错 那只火熔园是苍枝药灵的化身 苍枝药灵 叶化分身是苍枝药灵的能力之一 这次只有半只 但你一定要拿到手 且问出剩下半只的沙落 雪凤 火徐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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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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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还真是邪火 碰到这么几手的 还是走为上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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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他逃了 不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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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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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陆雨轩我不抓了 阁下也不用赶进杀绝吧 我愿意交出火熔园换我一命 嗯 还想拿假分神来糊弄我 哎 我骄 我发誓效忠阁下绝不欺瞒 哼 还有剩下的半只在哪儿 大人 这半只是小人在拍卖会所得 听说剩下的一半作为此次炼药师大会的奖赏 哼 因此啊 陆家和周家正在大量招募炼药师 妙姐 你去大叶城散布个消息 一位神秘炼药师将要来到大叶城 哦 哎 小人明白了 哎 安祖师 小姑娘都把我说老了 臣小子 搬做炼药师的枪法很不错 这样敌名我们再按 利用炼药师这个身份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这样还可以借助周家的力量 我来做炼药师 你来做我助手 炼药实力我更强 为了防止露出马脚 应该是我来的 你是在说我炼药天赋不高 是个没用的人了 好吧 你来做 我当你的助手 陈锋 好 藏着药灵虽然只有一半 但它依旧妙用非凡 可以帮你解写大部分丹药 重组成一枚丹药 来四季羽 好 注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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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数写真有钱 注写 注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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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哥就这点加当了 归一点丹药给我们呗 陆下的丹方很特殊 练出的丹药有成瘾镶 但凡沾染上基本难以解除 炼药本是究极世人 他们却锁上了邪门歪路 现在两家势如水火 都在招揽强大的炼药师 想在炼药师大笔中胜出 押对方一头 我要陆雨轩的血脉 霞儿不必着急 家主 要强者闯入虎宝寺 掠走了陆雨轩 陆舅也不知所踪 废物 还不带人去找 是 你这小银子要干谁 别动 陆穿衫 陆家开始行动了 妙节应该开始了 辜负了周家主的信任 兄弟们没有找到陆雨轩 他好像失踪了 不过 在下偶然得知一位神秘炼药师 要来大跃城 他们就住在大跃城客栈 这则消息 算是给你之前的定金底了 去请炼药师大人 是 六兄弟 这次还是要拜托你继续盯着陆家 顺便找一下陆雨轩的下落 闷死我了 谁 八人 小人是周家单访的 奉家主之命 邀请炼药大师 今晚到周家做客 大师光临寒舍 真是蓬壁生辉呀 哎 无妨无妨 来来 大师快落座 大师一路周车劳顿 辛苦了 放屁 一个小小护卫这么没规矩 也不知道主人怎么教你的 没规矩 将这种有色有味的毒药混在酒里 是看不起我家大小姐吗 小小护卫竟然敢污蔑我们周家 来人 把他们拿下 小兄弟不要误会 近来招揽炼药师 遇到不少骗子 酒中的毒 这是老夫用来测试的 二位轻易就看出毒药 足以通过老夫的测试 只是不知 二位失从何派 又 又灵 这就是我的流派 但我也不会与无理之人合作 大师恕罪 请大师留下 助我周家一臂之力 敢问 您刚刚施展的 可是早已失传的 药灵炼药之法 正是 我家大小姐曾接触过 暗祖师的魂魄之力 得到了暗祖师的亲传 暗祖师的传诚 能否让老夫见识一番 这个老狐狸 还是不信 老夫出去帮着小子就是 身子都没变 还想骗人 让老夫来教教你 知道大跃城 是我徒弟弃灭 发展出来的吗 他的流派 会给炼药师 配备丹铜 你们知道丹铜吗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这传承之命 暗祖师的文士 周家第四十五代玄孙 周沐昕 见过暗祖师 玄宇天资万年难遇 超过老夫也只是时间问题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 弟子不敢 凡是轩宇师叔祖所需 弟子一定答应 弟子还请师叔祖 助周家在炼药大笔上击败陆家 周家愿送出一根 培养百年的毒龙花 带我去炼丹房看看 子涛 快带师叔祖去 令派已经拿到了 你打算怎么报复陆家 我要拿到象征陆家家主之位的 青木王鼎 不过 那鼎好像在陆练侠手中 他极少出门 恐怕很难接触到 他又没有什么爱好 他喜欢研究 构造复杂的丹药 会不惜一切代价 探求丹药的炼制法门 我会让他自己找上门来 我要打 老家大人有料 给我 请各位让出一门 别急 各位别急 先到先得 七色草 贵七连 冰凝化 不是 他不仅加了其他材料 连火候都做了调整 大小姐果然天资无双 轻松解写了这枚丹药 发生了什么事 让霞儿这么生气 爹 周家什么时候有炼药师 能炼制出这种丹药了 最近周家新招揽到了一位 外来的炼药师 我已经派人去跟踪了 去去 今天不卖瓜 救病 不卖瓜出来摆什么摊 鱼上钩子 大小姐 内儿人从周家出来 往城郊方向去了 你先退下吧 是 护卫 水 小姐我渴了 护卫 拧开 小姐我拧不动葫芦 别一个一个护卫的 又不是真成你吓人了 演戏你就得演全套 私底下不适应身份 人家怎么做出这样子 行 二位 已经到城郊了 该现身了吧 小护卫 你还挺敏锐 我乃陆家大小姐陆练侠 二位若识去 就交出大环丹的配方 交配方 可笑 堂堂陆家大小姐 连大环丹都练不出来 属时丢人现眼 不交 这里就是你们的藏身处 驾 他用了陆家破体弹 虽损心智 但气力大脏 且无惧伤痛 安排 疹 辣 除了 浣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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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体丹的药灵被药灵消除了 怎么可能 我只是想知道大荒丹配方 刚才的事多有冒犯 冒犯 你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啊 我已经见识过二位的厉害 二位放过我 日后我陆家成为二位的靠山 如何 我听闻陆家有一枚青木网顶 你若交出来便放了你 若不交 请从此数 交 交 但下穿宝顶 我可不能随身带着 二位可否同我一起回陆家娶 会陆家等着被你家庭偷袭吗 你这女人除了耍心机还混什么 小姐 犯不着从这种人生气 二位 我说的句句属实啊 二位请留我一命 这是陆家大小姐的玉佩 二位跟我爹谈判 就是我的命在二位手中 就算借不住青木网顶 也能拿到不少好药材啊 真远被冲走了 你用我的真远 只释放出这点威力吗 看来得让陆大小姐吃点苦头 你才会乖乖回头 求你放开我 我再也不敢来 天狐将 陈锋 那是我爹陆紫园 想不到 还有援手 罢了 目的一大 爹 为什么放过那两人 你就甘愿女儿 我被那二人欺负吗 此二人实力高强 我以一敌二 不妥 可是 他们已经跟周家合作了 后患无穷了 爹 若不是我留后手 你还有能耐冲我撒气 我才是陆家当家主 你规矩点 我陆家和周家斗了这么久 周家人 周家人什么脾气 我还不清楚吗 这两人实力如此高强 周家人会没有忌惮 这二人的事你别操心了 我会办妥的 应该安全了 今晚就在这里斜角吧 陈锋 那蛊虫的残渣还留着吗 这蛊虫有什么特别的吗 解析不出来 这种时候还得倚仗老夫才行吗 祖师爷 是 你试试把真气汇聚到天津穴 鱼儿 你在猎侠过得好不好 鱼儿 你怎么不说话 陈锋 这不是你那好师姐 醒醒 这蛊虫一毒 果然还在你体内 只要不把真气集中于蛊虫 所在血尾 就没有大碍的 暗老 你嫌我于不意 你先别生气 只要杀死蛊虫母体 提取其精华 便可解毒 这蛊虫的声音 我小时候听过 就在陆家近视中 那我们便潜入陆家 灭蛊虫 去青木王顶 找到蛊虫不是难事 但陆家守卫森严 恐怕没那么好记 今天的行动 就是故意让陆家知道 外人要夺青木王顶 之后陆家 势必会派出高手追杀我们 只要能引开追杀的人 到时候陆府空虚 我们就能轻易潜入府内 我陆家 靠孤独为祸百姓 此等罪恶 就当由我们了结 这副灵丹能附着其他弹药药力 去陆家时应该能用得上 门外有动静 别激动 别激动 是我 什么事 说吧 二位收到周家的请帖了吧 明天 二位若赴宴 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陆家同周家谈判 陆家要用陆炼侠的大批丹药 和陆家药铺生意的两成利润 来让周家交出二位 周家不想靠我们 赢炼药师大会了 二位毕竟是外人 周母星早就想着 在炼药师大会后 除掉二位 而陆家此时又来谈判 周家便顺水推周 出卖我 正是 你看 我这可算救了二位一命 二位是不是 算盘倒是打得响 大还单 说好 二位还是尽早离开大跃城 省得周陆两家那边 再出什么岔子 离开 周家这鸿门宴 我们去定了 周家主 别来无恙 二位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今日 是想向二位 介绍个客人 二位可还记得我 二位一死 大跃城不再有周禄之争 你们也算为我大跃城安宁 猝出了贡献 小剑 我陆令霞找你要配方 那是给你理 不将 就是今天真相 看你这样子 分身这么快就被制服了 你的分身也太不中用了 你 陈锋 近视就在前面 我去引开护卫 你趁机进去 有危险马上通知我 站住 还好我留了一手 你果然来了 护卫不在 陆家主想只身一人对付我吗 上次交手 陆家主可仓皇而逃了 那只是为了保护小女 不见我放开手脚 定叫你有来无回 丹药 这四头妖兽 是丹药换化的 这四项灵丹 即使是药症 都能产生效应 你刚才可吸入了不少药症 丑力真气 扰乱心智 肉体封闭 你感觉 不合呀 四项灵丹 这我个时候啊 我徒弟击灭的自传丹药 原来你们是击灭的后人 双云药文 暗祖师 就算是暗祖师 今天也救不了你 如果是击灭的手法 陈锋 你云真气 转天机 发天会 这负灵丹能复制药力 四项灵丹 丹药威 陆家主 断居如何 破心蛊虫 快吸收我体内药力 这破心蛊虫 乃我陆家 世代培育之功 就算是暗祖师在 无法解死毒 可惜 五魂九英 乃百多魂 你的后人 怎么一个个都喜欢 坐着七十灭祖的门路 是不是你交代有问题 他们这帮人 是寄灭的徒弟 是寄灭没叫好 跟老父 我可没关系 你体内参度 我可解了 小姐 祸患已除 可以进来了 小时候 每次听到 这虫子的叫声 我都心绪不宁 如今终于没了 小时候 不可能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雨 雨萱 在你眼里 我不过是个工具罢了 就别叫这么亲密了吧 女儿 都是爹错了 不该棍着你姐姐 棍着 姐姐要剥离 我的火木之体 她可是要我命啊 玻璃火木之体 只是会灵力尽失 我从来没想要 雨萱你死啊 西巫舍灵力尽失 就形同废人 你对你小女儿 还真是残忍 青木王顶归我保管 我走了 雨萱 陆家失去青木王顶 实力可要大打折扣了 虎视眈眈的周家 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哼 在他们想要剥夺其他人血脉的时候 就该想到这个结局了 谁 这纹样 我曾在陆家仙走的花巷上见过 这是寄灭的额纹 寄灭之族 这枚圆牌 象征着寄灭的生命 寄灭源起后 圆牌便再也没有动静 如今现出异样 不知出现了什么变故 陆家信地是什么地方 那是陆家仙走的墓穴 只有家主和嫡系能够进入 我只知道 跟仙走的传承相关 但我一直不被允许进去 那应该是寄灭的传承 寄灭放弃炼药后 在天雷寺出家 元祭后 他被他徒弟埋在了大跃城 陆周两家 正是他徒弟的后人 要是能获得这份传承 拿下炼药室大笔的概率 肯定会大很多 射出这间的人是个高手 他可能是想 借此把我们引入陷阱 你不是怕了吧 别担心 本小姐会保护你的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 有我这天狐强者在 一定能安全拿到传承 陈锋 我们抓紧时间去禁地吧 还是第一次见阿老这么严肃 我明白了 看来还得回一趟陆家 你们跟我来 有人逼我们先来了 陆家为了给我们设局 调走了大部分护卫 趁着守卫薄弱 带人前了进来 周沐星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走 先进去 我不信赤木盲顶还解不开你的方印 我不信赤木盲顶还解不开你的方印 这次让陆家和神秘炼药师互相残杀 祖师的传承终归还是周家所有 少爷英明 别刀山弄鬼的 滚出来 陆家禁地 不过如此 没人 周家得赤木盲顶 周子涛 禁地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 这是寄灭的药林寄火 尾巴会将人石化 成了 不要笑了 小金虎 你不记得老夫了吗 他们好像很熟 阿龙 别过来 金虎的石化 为什么会对灵体一起作用 别费力了 金虎对精神体 灵体的石化 是由内而外的 记住 金虎对强大的灵体 尤其感兴趣 切不可用药林和武魂对付金虎 一旦实怀 除非击败金虎 否则没办法解除 尘尘 帮我护法 妊娟丫头 把青木王顶拿出来 周禄两家持这两顶多年 却不知青木王顶和赤木王顶 能相容成纪月顶 丫头 纪月顶非火木之体不可用 你可以用它帮助陈锋封印记录 安劳 九云 上钩来 纪月顶 解 封 这是几乎认可了你 你的火木之体非凡 希望你们不要太过于尺寿一件事 而忽略了周围 安老放心 我既会追求武道上的进取 也会珍视身边的人 谁要你鱼目脑袋珍惜 我也没说你啊 你招打 你别跑 陈锋 你不站住 别紧张 还是我 那剑你射的吧 你怎么知道陆家密宝的事情 我好歹受雇于周家 知道点周家的盘算 这陆家密宝都是周家的计划 你是指 禁地里那个周大公子 周公子取得密宝 获得足够的炼药实力 二位也就没用了 周木星会想法子做掉二位 先是周陆两家的交易 现在又是周家的盘算 你一个思考头领 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我若告诉你 五年前我其实姓周呢 人脉关系我已经打通 周家少主被困禁地 我若再处理掉周家主 就能接管周家 说这种事是有求于我们啊 我不会炼药 两位如果和我合作 成为我特聘的炼药师 助我执掌周家 那荣华富贵 尽在眼前 你早盘算好了 可 好 我答应 不过你的力血是 不可出卖我们 爽快 我没看走眼 那二位 我们灵妖阵再见 你真相信妙姐所说的 一个字都不信 刚刚陪她演戏罢了 虽说隐藏了实力 但从七七来看 她可能有灵魂境 绝不是妙姐 是 那你还答应她 你脑子秀了 既然她要对付周家 那便对我没有力 总之 先去零药阵再说吧 好 到时候是炼药师和武师两人一组 炼药师负责炼制规定丹药 武师负责保护炼药师 小虎 喂 没听我说话啊 看到漂亮姑娘就忘了你主子了 小姐的话哪敢不听 我一定尽心竭力 随小姐夺着大会投名 心不在焉的 一看就是不会尽心竭力的样子 小姐这就说笑了 要 那就证明给我看看 小姐我多日练单 肩膀酸得不行 嗯 这才像话嘛 我给二位去换一壶 这小儿怎么毛手毛脚的 茶都断不稳 你 死心不改的小银贼 殿家 这茶水可真是地道啊 里头是换新散吧 二位 我周家的毒阵 感觉如何 我听庙通理说 二位帮我周家 收拾了陆家 功臣呢 只要交出金木网顶 我能让你们死痛快些 周家主 送你一句话 以后 用人谨慎点 尾熬 今日 天下 当立新桌 二位 既然碍事的 都解决了 咱们 我们不是合作吗 你这是 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我凭什么跟你合作 陈锋 我们还会再见的 被他跑了 下一步怎么办 周家一除 我们的目的已达 现在先去炼药师大会 灰头土脸的 不会事儿没办完吧 是没那么顺 但他们已经到灵药镇了 教主之后要我去紫阳建厂 你呢 自然是推进第二阶段的计划 既然到灵药镇 他们就休想逃出我魔龙教的手心 这不是陈锋吗 你也来了 东方前辈 周家的废物 怎么没杀了你 这位是我们会长立员 陆家还敢放肆 今天是炼药师大会开幕日 本次大会为期三日 共二十位丹阳俊的炼药师参加 现在各家的炼药师将参赛的令牌上交登记 肖家 林家 林少 林家 卫家 卫山 三人 雄方林 陆家 陆练侠 你就是那位神秘练药师吧 听闻你实力冠绝大跃城 不知尊姓大名 又替哪家参赛啊 周家 陆雨萱 周家 周家不是陆雨萱吗 陆家人怎么代表周家参赛啊 人家家事 再者 那个气药从武的陆雨萱 竟然是神秘练药师 你不想看看他的能耐 小姐 爹在家里疯疯癫癫的 你这贱人对他做了什么 我们可没怎么伤他 他疯癫 定是对我心怀愧疚 你都去周家了 我陆家能对你有什么愧疚 你就是个叛徒 一条丧家拳 陆烈侠 你听好 我现在带周家参赛 这是陆家的因果报应 我若赢下大笔 过去陆家给我带来的屈辱 我会十倍回敬给你 怎么这样啊 第一轮大笔名单 练药师陆雨萱 武士陈锋 对阵练药师东方林 武士同合 陈锋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 先抽完了 我们走吧 冯之士不要过于操劳 练药师大笔了 连战都站不稳了 陈锋 如果陈锋 侥幸在第一轮胜出 下一轮 大人放心 陈锋连练药师都不是 动点手脚 让他在赛中出事 一如反掌 老夫的武士同合那小子 也就讲个敦厚 比起你 还是远远不熟 同合虽然矮小 但行走间 腰盘如龙 明明是实力不俗 我可不会小瞧了他 东方前辈的练药手段 变化多端 你要做好应对准备 放心了 我可是火木之体 天才练药师 陆雨萱 是幻阵 还是机关 怎么还是走了 难道是陆练霞搞的鬼 哪夫东方林 不知哪位前辈驾临 可否出来一见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陈锋 你们也困在里面了 我已经绕了 不知道多少扇门 我们似乎处在幻阵中 也有可能是机关 不 我们是在一个 有限的循环空间中 为什么这么说 我打开过三道门 每一处都做了 不同的标记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标记 你是说 过三扇门 是一次循环 没错 紫月 你见过这种阵法吗 这是 迎紫月 我的刀灵 这是四项交叠阵 能制造出空间循环 但四项交叠阵 应该是四个人 四个方向 少了一人 一方位 这跟我们现在的情况 对不上 你们有遇到过什么人 什么事 嗯 那继续找吧 只要找到第四扇门 第四个人 应该就可以破局了 嗯 东方前辈说的有道理 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是我在狼道里捡到的 明明你说没遇到事 却又用了这银针 这很难不让我起疑啊 只好稍作试探 果然 你就是那第四个人 我没猜错的话 那扇隐匿的东方位门 也是你 不愧曾是被魔龙教 看好的小教主 我是魔龙教第五护法 祭灭 祭灭师祖 交出祭壶 我可以给你们留下全尸 如果你是祭灭 又何必为了祭壶 设下此阵 直接去大月城取 不是更好 还是说 你根本不是祭灭 郭子 行射须 斗灭煞 紫虎 你怎么会有积月顶 是谁叫你练制积月顶的 这与你何干 不说 那都去死吧 够了 起面 你 还活着 魔龙教许诺了你什么 你为何要给魔龙教买名 当初你为了炼药 弃我于不顾 现在我做什么 也不用你来管 当初我为了追求药理的极致 忽略了你 这让我后悔了一辈子 所以 我现在更要管你 住嘴 是你害我变成了这样 起面 不要再一错再错了 圆盘上有着你身上的尽咒 不要逼老夫摧毁它 离开魔龙教 我来帮你 你竟然想用尽咒对付我 你依旧是那样 只是用自己的角度考虑事情 阿嫂 再不出手了 我们就要被困死在这个空间里了 可是 可是 侠子们,我一定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安老,这件事与你无关 是季面自己走入了邪道 都怪我,事情才会到这个地 几乎已经恢复了,把他收起来 我们去看看东方前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炼药师大会》第一轮 陆雨萱,东方林 陈枫,昨天我被黑烟偷袭后就昏过去 醒来就在郊外了 你们后来没事吧 东方前辈,你知不知道有个老妖婆 叫寄灭呢 寄灭?那老尼姑不是早死了吗? 你们是不是在黑烟中中邪了? 要不要我替你们诊断诊断? 多谢关心,赛后会同前辈说明 请出位,先扶下这结缘丹 结缘丹能使结缘二人感官相通 同时承受苦痛 这次比试不简单呢 难怪我感到身体酸疼 你一直都默默承受着这么多伤痛啊 陈枫,你 大小姐,我错了,错了 等绝缘丹药效果了 我愿受罚 本次试炼 武士要以精神体进入这极寒雪域 猎取三品灵兽 黄冰猛马相的象牙 进入雪域 二位武士将随时间流逝 受寒气清洗 若被彻底冻结 也置为出局 而二位炼药师 则需要在外 用给定药材 炼制春风解冻丹 助武士狩猎 换体丹 用来唤醒火木之体 它有支玉佩 收好 助二位 武蕴昌龙 还好端方灵这老狐狸 实现准备了猎火之欲寒 我听端方灵提过你 果然不容小觑 可惜这个地方 你这种毒猛打法 是要吃亏的 看样子 越是其中精力进攻 冻结的就越快 不宜久战 拖住它 看样子 那小子中了猛马的陷阱 精神力不足以维持武魂了 你精神体强大 能拖着冰冻身体强行战斗 但外面那个小姑娘 承受得了吗 我早有准备 双冻到这个程度 陈锋 这小子又忽然 暗祖师 其他人 放心 其他人看不见吧 陈锋那小子 特地让我留在外面 等你扛不住了 就帮你练丹 我也有骨气 不要亲自练丹赢下比赛 既然如此 你可扶下换体丹 亲自进入顶内练丹 不仅能操控炉火 抵御严寒 还可大大提高丹药品质 只不过 烧友不慎 就会被炉火金石殆尽 你有着觉悟吗 那陆雨萱在做什么 暗祖师的机体炼丹术 失传了这么久 竟然被这小丫头 附现了出来 超 超品的蠢蠢解冻丹 走了 分心呢 赢那小姑娘的实力 怎么可能 东方林的丹药也好了吗 巨人不如那个小姑娘的丹药 罢了 看样子了 猛马暴走 使得血域扩张 把在场人都带起来了 这又是什么动物 成风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士忠同合 八成是寄灭的人 这些宏物 会严重影响人的精神 尘 尘 尘方 原来是药灵的分身 你存心下我是不是 只有这样做才有机会一举击败他 拿到象牙 把祭壶叫出来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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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是解决了 可我不痛快 下回你再下午试试 这二位不仅完成了任务 还化解了因血域崩溃引发的危机 我李渊特批 陈锋 陆雨轩 不担晋疾 并可少试一轮 哇 那个士忠同合也不见了 看来得去好好查一查了 东方前辈 烈药大笔上那奇怪粉末您可见过 嗯 不过 这粉末可以轻易侵染精神体 危害极大 有必要追查一下 嗯 我让苍之药灵解构了粉末的成分 其中这组草药的成分最高 嗯 北爱 前辈你知道 嗯 北爱是古时只供奉给皇室 用以炼制激发潜力的丹药 这药草极其罕见 老夫也是因为北爱 才恰巧在黑世界接触到了同合 这恐怕不是恰巧这么简单 陈锋 还是将此事报告给烈药师协会吧 我与冯无情有过节 我信不过烈药师协会 我们自己调查 希望紫阳建厂 能尽快派人支援我们 咬他咬他呀 上啊上啊 大将军上啊 大将军上啊 使劲啊 咬他 是不是没位跑啊 店家 嗯 这北爱怎么卖 一百零食一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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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去抢呢 没抢就别问 滚滚滚滚 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品相这么好的北爱 怎能不要 里面有一万零食 哇 发财呢呀老哥 这只是玉父亲 我要大量的北爱炼丹 店家能否透露一下 北爱一次能铲出多少 各位放心 零食广告 只要能让我看到 你们有足够的北爱 你小子是要抢生意吧 我不卖了 滚 我可是炼药师协会的 炼药师协会算什么东西 上 大人饶命啊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小人该死 说吧 你到底从哪里收到的北爱 在 在这里 北爱的出现果然与魔龙教官 通合 看你这次往哪逃 我来对付教徒 这次往哪逃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 不愧是陆大小姐 接下来就是处理这片后事了 这些武器竟能消除石化 看来要先消除他体内的药力才行 这些武器是由铜河服药后散出的 应该蕴含着一定的药力 解构这个怪物散发出来的机器 陆萱 帮我征服一段时间 大黄鳞轻心 灵绝子清热 桑叶疏风顶心 正好可以化解本爱的药力 纤红 大黄鳞轻心 北岸会迷人心志 你们不要再来这里了 谢少侠救命哲恩 之前有一个师太花了重金 请我们来采集北岸 没想到会这么危险 多谢少侠 谢少侠救命哲恩 这东西害人不浅 不能留 夺取几乎失败 又被毁了北爱药田 本座救回你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教主恕罪 陈锋自以为 焚毁了药田便万无一失 但这正好让北爱的气息 扩散到整座灵药阵 我随时可以将整个阵的人 变成傀儡 掌门 陈锋来信 向进场修缘 陈锋老贼 魔龙大军已到 还不出来受死 长门 剑场外围发现魔龙教徒 轻衣师姐也已带人与他们交手了 堂而皇之的攻打剑场 他们想做什么 北爱被我分会 击灭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剑场还没回信 我们只能先做准备了 你想怎么做 我们可以以降魔丹为核心 布置结界 此结界可以连接天地云气 一旦启动结界 降魔丹的药力 就会灌入到云层中 如果祭面培养了其他北爱 降魔丹可以化作雨水 解北爱的毒 练药师协会那边传来了消息 大比第二轮要开始吗 祭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使不定又在比赛上动什么手脚 要小心行事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我一定会把七敏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 炼药师大会比试第二轮 炼药师陆雨轩 武士陈锋 对阵炼药师齐章 武士冯无情 齐家公子可不好对付呀 据说他可是天才联药师 陆雨轩 上一轮你侥幸赢了东方灵 这一轮 不论炼丹技术 还是武士境界 你们都差得远呢 炼丹讲究的是循序渐进 不要仗着体质特殊 剑走偏锋 这样容易出意外 你 耍嘴皮子而已 手底下才能见真章 本次试炼 二位武士要持续将自己的真元 注入到身前的铁人中 铁人会根据双方注入真元的多少 真元质量的高低 从而改变颜色 依次是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而二位炼药师的任务 便是炼制大魂丹 为自己的武士 补充真元 教你的炼制大魂丹的药领 记住了没 大魂丹广告 但你若说了 我定不起劳你 若是没问题 便开始吧 风之事 我就先来了 炼制大魂丹 炼制大魂丹 他竟然想要一次性融合所有药材 怎么没有变化 难道风无情动的手脚 我还以为陈锋有多强 原来也是个银枪辣头 中看不中用 跟风之事比还是差点了 陈锋怎么还没电量铁人 难道铁人真有问题 再这么消耗下去 陈锋的阵源肯定不够用 黑炎楼的毒素一滴便可致命 陈锋必死无疑 幻无了的阵源 早已远超寻常天狐星 就算再迟钻 也该有反应吧 就算你现在点亮铁人 给你时间追赶 你也追赶不上 开 开 这是本场的第一枚大环丹 一盏茶变链之初大环丹 这陆雨萱不可小觑啊 要不是被陈锋拖累 这局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陈锋 接着 风之事 比赛可还没结束 陈锋 怎么会这样 陈锋 要不要帮你叫钥匙看看 不对 我们就是练钥匙 你们 你们在笑什么 这黑炎罗的毒稍稍苦了些 我觉得再加些糖盒 可以更好地入味 如此庞大的力量 竟然都无法让铁人亮起 该不会是炼药师协会的东西出问题了 怎么可能 风之事的铁人就没有问题了 哼 愚蠢 陈锋针源特殊 早已经不是这铁人能测出了 不 会 起命 他 他是我的针源 经过调制的北岸粉末 果然对非国物也有效 陈锋 我没事 你别过来 李会长 这是怎么回事 会长 要不先终止比赛 再等等 这颜色 阴阳真元 各位 大笔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老夫深感愧疚 在此赔礼了 这次大笔中 陈锋注入的真元 突破了铁人承受的上限 因此 我宣布陈锋和陆宇轩赢得了本场比试 等等 陈锋的铁人忽然发生异变 肯定有问题 我要求复查 铁人最后显现了黑白双色 这是阴阳之体才会出现的阴阳真元 若不是铁人被阴阳真元持续灌入 发生异变 铁人恐怕永远也无法探测出陈锋的真元 阴阳真元 神级之体 并不是我的真元让铁人发生了一遍 而是鸡面收入铁中的银真 这银真到底什么来头 干得不错 没丢本小姐的脸 只可惜没抓到鸡面那个老狐狸 你也不错 就是十毒还差了点 毒来几次 我可受不住 练药师大会决赛 陆雨萱对阵陆练侠 我迟早要把你这叛徒抓回陆家 让骨虫把你心肺吃干净 前提是你能带得走我 这些药草里四位用来炼制小环丹 第五位乃是一种神秘药草的种子 前日我从一神秘人手中获得这种子 它能极大提升丹药的品质 乃旷世奇药 这二位天河境护卫 前日清酒妖兽 功力大损 就算是极品小环丹 也无法治愈 而这次决赛 二位要激发出这种子的潜力 炼制出能治愈天河境伤势的小环丹 逃生御符 拿着 不就炼个药 炼钥匙如果有危险 立刻捏碎它 嗯 这气味 悲哀 陈锋 是北埃 先服药 米会长 这俩废物自灭炉虎 是不是该直接判我赢了 你们二人真是不把炼药大笔放在眼里 那药才是白埃种子 它会侵蚀人的心智 请会长停止笔事 若真是 我的皮肤的皮肤一样 它们神智已经受了百爱影响 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的 我从陆雨萱申请退赛 我们不愿用这种毒草炼药 连开发新丹药都不敢 你们两个废物根本不配炼药 你们真是暴体天物 李会长 让我上去炼药 不知好歹的东西 你们根本不配接触种子灵药 滚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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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会长 干脆剥夺这两人的炼药师资格 他们不配做炼药师 在里 陈锋 陆雨萱 剥夺炼药资格 然后 我私自炼药被协会发现 可杀物论 陆雨萱 等比赛结束 一定要把你这个小家人带回去 好好折卖 看来之前布置的结界 应该用上了 各位 我早就看出这肘子潜能无限 看我如何炼制出超频小环丹 不错啊 陆家老二不行 还有个老大 就是就是 还不快炼 你安心启动阵法 这里由我来帮你挡下 顶不住就退到我身后 怎么会失败 不可能 陆雨萱 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搞的鬼 怎么停下来了 继续炼啊 陆炼侠 你也是废物 还不下来让我来 炼药毫无章法 这么稀有的灵药种子 都被你这蠢货浪费了 废物 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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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你们都给我 闭靠出 闭靠出 你是御宿室了,我们来得及吗? 来得及 陈锋,这宇室…… 我们提前布下的驱毒阵法 陈锋,陆宇轩,老夫刚才出言冒犯 二位…… 李会长,都是北埃的问题 王头,谁来救救我? 小魔丹倒是可以救你 陆宇轩,不,妹妹,看在我们同族的份上 救我,快救救我 你竟然也有低声下气的时候 好妹妹,姐姐该死,都是姐姐的错 只求你救姐姐一命 你先是将我逼出陆家 又在虎宝寺要去我心里 我又怎么会轻易救你 不 不 没想到北埃如此危险 在协会对北埃的了解透彻前 我决定将他们先封存起来 我可以给你小魔丹的药方 让你们安心研究北埃 多谢 诸位 这次全靠陈锋和陆宇轩 驱散了北埃之毒 我宣布炼药大笔的圣者 是陈锋、陆宇轩 我现在将协会秘宝要灵 交与陈锋 接下来该喝成完整的苍之要灵了 你应该是 wenn你出黑了 你回来 你还能够生日快乐 这是你 我 Danger 你还建认了 我对你 像我 你